介绍一个Google比较特别的 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只要有特定的节制Google的logo都会做变化 有注意到吗 那个很特别 我找几个比较特殊的给大家看一下 画面借我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看这边 像这里有一个是 那个 弹电吉他的 Google的弹电吉他的像这样有没有 那一边的Google你就滑过去 很特别 你可以自己玩 那也可以录音 你按下去就开始录音 这很有意思 那当然你点下去的话 他就是告诉你 为什么他要做这一个东西 为什么他要做 因为这个的话是 吉他之神 那么另外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像这个 这是最近好像前两个礼拜的 就是动画的 摄影大师 他的这个 logo是像这样子 就是你点下去之后 好 点下去之后呢 他就会开始跑马登 所以我们现在做动画的概念是从这边来的 会像这样 如果再点下去他就 连到 他的搜寻 去告诉你说 他是为什么做这个 跟他相关的资讯 所以 他的这个logo呢 都会做一些很奇怪 很不一样的变化 这是 蛮特别的 那另外呢最近 他有公布这个 扩真实境眼镜 所以有看过很多科幻片 有没有 你就 资讯就显示在那个 前面这里 那 走路的时候就 小心一点点 那 事实上 苹果有没有 也有 但是他是发展在手腕上 手腕上 一个是眼镜一个手腕 所以 你像这个啊 这个他就是 戴那个眼镜 戴一天 他告诉你说 会出现怎样的情形 怎么样 起床了 看一下时间 温度 你看外面的时候呢 告诉你现在电气几度 会不会下雨 他有语音控制的功能 你走在路上的时候还会有地理评讯出现 好问你要不要规划路上这样 他就走来是搭交通工具 我蛮担心这个如果真的出来 走在路上真的会被撞到 哈哈哈 你就怎么撞到都不知道啊 Sweet remind me to buy tickets for Mossio Gano 戴呼音 Where's the music section 用语音收集 好用语音收集 他能找一等书 找到书 Oh yeah Just say I'll hear you 有朋友跟他分享他的 资讯在哪里 他刚跟他约会 叫 What's going on? Want you to pick up a new place I'll tell you about Sure Just start to look good Hey just a second Good Good to see you again Thanks man Got a new place Let's see you See you dude 那你要拍照呢 直接拍照 直接分享到Google家上面 所以他女朋友打电话了 到处都是声控的 所以以后你走在路上你会发现 很多人都一直讲话 现在已经很多人都自己讲话 因为在 讲电话嘛 而且都蛮哑的 好他现在就分享他看到画面 他女朋友看 所以以后约会都不用 不用见面没关系 你只要找到好的风景 就可以了 不过说真的老实讲 你如果真的这样 生活一天 很累了 因为那资讯太多了 所以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